我们其实前面一个系列讲了好多集 只是没有列出标题来 就说自己人生的过往 各种痛苦的经历 以及事后的领悟 我们不是比惨 我们在这个当中要站出来 突破出来 你才有更高的 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这些呢 过去了都过去了 但是你人生有没有白活 你有没有活明白 通透一些 有些人会说你这个年纪轻轻 就出来讲道理 似乎好像讲的有的时候还有一些 那这个似乎好像有一些 也是通过很多的痛苦的魔力 本人也是比较笨的 很多事要反复的 多少次才能开窍 而且有的这一痛 就是七八年不能翻身 这一病 就落下三十年的根 至今还在 尽力的在调整 不断的在慢慢的恢复 再加上我们从小 就好奇心很强 就想知道人活意义 人从哪来到哪去 就这些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三大 终极考问 大家是不断的花时间都在这个上面 学习反省 他有机会 在这儿讲给大家 虽然年纪尚轻 但是经历的痛苦 至少比别人多 但不是说你这个就本事了 有的人 先天不需要经历这些 他也很灵光 很聪明 有的 这种人很少 那如果没有这种痛苦的 反复的折磨 他可能也会 不在意这些 慢慢的 即使你聪明 就像归途赛跑 一失足 可能就 在大事上 乃至 一生 到最后 都来不及挽回 还好我们 作为男孩 早一点磨砺 受一些苦是好的 才能知道日后的路 日子怎么过 我们对国学 为人处事 玄学 这个 世间自然规律 阴阳的根本变化 一直在探求 在摸索 在实践 所以呢 用孟子的话 作为结尾 就是天将将大人 于私人也 什么天选之人之类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 也没有说 以此 就好像自己耍威风 帅呀 树威力贵呀 早已经过了 那个年纪 对于名的追求 好像也提前认识到 出名 未必是好事 但是你不出名 却很难做事 就像我们现在 也没有几个人 去会在意这些东西 没有几个人 愿意听 那必先苦其心智 已经够苦了吧 看前面讲的 那比你还苦的 还有 但是如果他们 能突破出来 他们起点 也许更高 突破不出来 呈现在阴影 跟负面的能量里面 那也没办法 老其精苦 病也是如此瘦了 比别人都要严重 恶其体肤 行肤乱其所为